欢迎回到独立特派员的节目现场 现在生活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有些人会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有些人甚至长期失眠 根据临床统计 大约20%的人有睡眠障碍 最近这几年 国内很多医院成立了睡眠中心 经常是一床难求 必须要排队等上半年 其中部分的病人 接受进一步诊断之后 才发现自己竟然罹患了呼吸中止症 如果没有及时治疗 身体长时间缺氧 将会造成器官功能衰退 罹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 也比一般人高出四倍 而到底有什么办法 可以不再夜夜鼠羊 求得一夜好眠呢 请看我们的报道 人类的医生有三分之一时间用在睡眠 但你晚上真的一夜好眠了吗 你看这个人就是75秒都没有在呼吸 根据调查报告 20%的人有睡眠障碍 睡不好不只会让你精神不济 更严重影响健康 重度的呼吸中止没有经过适当治疗 导致中风致死的机会 会比正常很高三到四倍 那这篇论文发表出来的时候 震惊全世界 不只大人睡不好 小朋友也有睡眠障碍 好好睡一觉 一个简单的愿望 却成为现代人奢侈的梦想 宋先生嘛 你今天来是因为 在公司担任高阶主管的宋先生 来到睡眠中心咨询 长期睡眠品质不佳 家人建议他做进一步的检查 填写完整问却和咨询 医生安排宋先生进行 从晚上到隔天一早 整夜的睡眠检查 头上贴的是那个脑坡 跟一些那个机电图 所以他会记录睡眠时候的 那个周期 就是有没有睡着 跟有没有熟睡 眼睛这边贴的就是动眼图 那所有讯号我们都会装在这里 除了脑坡心电图 还有手指头上的血中含氧量 监测及呼吸测量等 满身的科学仪器 都是为了找出睡不好的原因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 有睡眠困扰的民众其实很多 从全台每家医院的睡眠中心 至少都得排队半年以上 可以理解为什么调查报告显示 有20%左右的民众有睡眠障碍 本来应该是用来休息 疗愈身心的睡眠 怎么会变成现代人的烦恼呢 有以下症状的人要特别注意了 白天会觉得睡不饱 或者是晚上容易醒来 甚至有一些病患会觉得说 他常常会记得梦境 美国睡眠医学会邀集全世界睡眠专家 定义出83种睡眠障碍 包括生理与心理等不同因素 但对身体健康造成最大影响的 应该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了 以前大家都觉得睡觉打呼是正常的 打呼越大声表示睡得越熟 但是这边告诉我们 打呼是因为空间不够导致缺氧 长期下来会导致中风跟死亡的风险 睡眠呼吸中止 简单的说就是睡觉时停止呼吸 处于缺氧状态 当身体警觉到停止呼吸的时间太久 可能危机生命 血氧浓度从正常百分之九十以上 大幅降低到百分之七十甚至以下时 脑部就会发出简讯 强迫身体清醒以便继续呼吸 从睡眠检查了脑波及血氧含量的数据比对 就可以清楚显示呼吸中止 你看这个人就是七十五秒都没有在呼吸 这边有那个一个觉醒之后 他又开始呼吸 然后到睡着的时候就会中止 呼吸中止 一直中止到这时候 他又觉得那个就是血氧下降的太低 然后脑袋会这样唤醒他 就是血氧已经掉到七十三了 只要你每小时呼吸停止是在三十次以上的时候 那就是你是重度的 那如果你是十五到三十之间 你是中度的 如果是十五到五那是轻度的 那五以下的话就是正常 睡觉的时候呼吸的流量 睡眠呼吸中止通常好发在男性过度肥胖 还有家族遗传 或是瞎尔呼吸道比较狭窄的人都是高危险群 过去长期在大陆工作的郑先生 发现自己是重度呼吸中止症的患者时相当震惊 一般严重的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 医师会建议晚上睡觉时佩戴呼吸器来进行初步治疗 一开始就有一半人没办法接受 那另外还有一半的人可能可以先戴个两年之后 他也慢慢不戴 因为他可能就是觉得有比较好 然后接下来就不戴了 那不戴的话问题就来了 他就没有治疗 呼吸器费用行贵 健保并没有给付 目前社会局针对重症患者经过半年观察后 发给身心障碍手册来补助呼吸器的费用 在日本其实他这个正压呼吸器是 等于是由政府的保险 就好像我们台湾的健保全部给付 全额给付 那台湾健保其实还有蛮多争议的 譬如说全部都保大小通吃 这个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 那事实上譬如说这个正压呼吸器 在台湾可能购买最便宜的 可能要三四万块 那贵的可能要七八万块 那如果说健保资源 他用来治疗这些感冒啦 鼻过敏或是一些小病的时候 那他当然没有余力 再去补助这些真的需要 就是长期治疗的人 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 令身心障碍手册是否恰当 仍有争论 不過医师强调身体长时间缺氧 会造成各个器官功能衰退 尤其罹患心血管疾病 会比一般人高四倍 也让郑先生决定进行进一步的手术治疗 做完手术后 因为新陈代谢明显改善 郑先生体重减轻了十多公斤 晚上睡得好 也让白天精神更集中 经过漫长的治疗和手术过程 他感触良多 我遭遭很多类似像我这样子 在高度工作的社会中间分子 或者是甚至一些企业的白领 那我都会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建议 就是说其实不要轻忽 有这样一个症状 你过去以为这只是一个简单打忽 但事实上这个部分呢 其实造成的一些后果 可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 甚至造成一些猝死的现象 睡眠专科医师强调 在欧美国家睡眠治疗 已经被列入预防医学的领域 早点发现睡眠问题 就能提早治疗避免恶化 就像大部分人可能不知道 其实很多小朋友也有睡眠障碍 就是可以发现儿童的比例是有逐年的上升这样子 所以到我们这2012年2013年的资料的话 都可以看到是小朋友大概睡眠 就是我们的检查的病人里面 大概有四分之一强是儿童这样子 小朋友在幼儿园里玩球 蹦蹦跳跳 热闹得不得了 游戏过后中午休息时间 孩子们拿出各自的小被子 有的睡得香甜 有的却一双大眼睛转啊转的 就是睡不着 台中教育大学幼教系教授 骆明捷一份研究显示 台湾三到六岁的幼儿 普遍睡眠不足 平均每天只有九小时二十六分钟 比欧美小朋友十一到十三个小时少了很多 大脑的认知发展 那甚至其实免疫力也会降低 所以我们才会去 根据很多的研究 我们其实是建议 台湾的家长 希望能够让他的孩子 其实能够晚上睡十个小时 要睡足十个小时 根据孩子到校时间推算 至少晚上九点就得上床 但根据研究 只有一成七的小朋友 晚上九点前会上床睡觉 台湾孩子不只睡不够 连带的也出现和大人一样的 睡眠呼吸中止 嗜睡或癫痫等睡眠障碍 这样的结果 和父母或家人的坐席 有很大关系 很多的孩子 他的就寝时间 是跟家长是同步的 可是现在家长 其实有很多可能是双心 或者是工作 所以他也晚睡 所以会造成这个孩子 其实他晚睡 导致他夜间睡眠不够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孩子其实不太知道 自己有睡眠障碍 如果白天过冬 早上起床时间越来越晚 甚至情绪脾气都越来越暴躁 家长就应该特别注意 孩子的睡眠状态 忙到来也要九点以后 所以基本上十个小时 好像有那么一点的困难度 那如果是睡不够的话 其实他们真的是 情绪会比较不好 比如说可能写功课不专心 还是说他们会闹情绪之类的 医师强调影响睡眠 有两个区域 一个是身体与自然环境 互动的生理区域 一个是清醒与睡眠间的 平衡区域 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其实就是依据大自然的节奏 现代的光照疗法 就是应循这个道理 成为改善睡眠的方法之一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想要去睡觉 这个是我们身体有一个节律器 那那个节律器的话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那个 就我们松果体 它会分泌褪黑激素那些什么的 那这是其中的一个机制 但是我们利用照光 因为光线进入我们的那个 眼睛之后它会四神经 然后去刺激四丘上合 四神经的那个上合之后 传到这些讯息传过去之后 就会改变我们的心碎周期 太阳光就是最好的 生理时钟调节器 无论大人或小孩 不管是太晚睡失眠 或太早起的困扰 都可以透过阳光照射 改善睡眠时间及品质 比如叫他早上去照 一个钟头的光 那再加上他那个运动的话 那这样他就可以慢慢地 把时间往前提 但是有些人老年人 他是相位本来就已经是前提 他可能七八点打瞌睡 半夜睡不着 就是早醒的这种的话 那我们就教导他在下午照光 早上闭光 早上他去做运动 要戴太阳眼镜 但是下午他去做运动的时候 就刚好是照光 那这样子的话 他又可以慢慢地把周期延后 他就不会早醒这样子 少睡一小时之后补眠四小时 还难以恢复 可见规律充足的睡眠有多重要 而人体睡眠的机制 其实隐藏着许多奥秘 全球睡眠专家仍在继续专研 睡眠不只是生理上 清醒与睡眠的差异 还必须将心理 情绪及生活压力 等因素都列入考量 睡眠障碍的真正根源 才能全面被关照和理解 下个星期就是农历春节 独立特派园将停播一周 我们先在这里向您拜个早年 而下一次播出的时间 是大年初期 我们要跟您分享一段 阿嬷皆有与画家 如何结为忘年之交的感人故事 看趋势说真话 独立特派园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黄明明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